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NV创业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继续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超级超级简单的一个折纸 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纸材质 是专门拿来折纸的一个小材质 折出我们这样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小鱼或者是一个海洋当中的小鱼 其实我们在上上期的视频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小丑鱼的一个展示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带着这个蝴蝶鱼的一个展示 希望能够喜欢啦 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可以在家里的这只个眼睛如果是没有找到的话呢 也可以用普通的这个画一个黑色的小眼睛进行个替代 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是具体怎么折出来的 首先呢是要把我们的纸张如果有花纹的那一面的话呢是放在底下 然后进行一个对折 折出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们现在把两边往中间按压 然后直到它把这个三角形能够全部的往下压就可以了 再跟大家展示一遍 就是把它这个里面这一层是朝着自己 这样的话呢往中间按压 然后再用我们的食指从上面把它压下来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要拆一步多在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记号 然后要给它折过来 大概是在中间一半的位置 然后当然就这边是少了这边啦 还有我们的第二个也要把它折一下 好了 希望能够喜欢咯 这样的话呢就做好了我们非常可爱的一只小鱼 喜欢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 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就能够及时收换到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rank 상황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